再来关心天气 根据气象局指出 双台远离芙蓉台风已经减弱 而爱丽台风对台湾也没有影响 不过台湾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 华东地区炎热高温 午后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震雨发生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 请我们的记者邦念来告诉大家 双台远离芙蓉台风减弱 爱丽台风对台湾也没有影响 不过受到台风低压带影响 不稳定天气将持续影响 全台道周三 而华东地区气象局则发出 黄色灯号高温警示 并留意午后短暂雷震雨发生 5号、6号大概还是一个偏西南风 然后高压开始慢慢进来 到9号、10号、11号的时候 高压大概会笼罩在台湾的上方 然后台湾大概处于高压的边缘 所以天气相当于 是一个相当严的一个天气 这一周啊 花莲的体表温度 尤其在近中午12点前后一两个小时 大概温度都很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对我们花莲来说 大概都38到37度的那种体感温度 所以进中午的时候啊 大概就是尽量不要在户外活动 然后尽量多补充水分 然后还是提醒观众 山区容易有午后热对流 产生就会午后的一阵雨啊 所以如果去西夏天很热 去西边玩水的时候啊 你可能就真的要注意一下 午后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乌云长起来 有一些对流影响 然后就会有下一些比较急促比较大的雨 所以在午后在山区 或是在西边玩水的时候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预估周四开始 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牺牲 天气会恢复到夏季天气形态 华东重谷需留意炎热高温及强烈紫外线 提醒乡亲出门做好防晒 严防热重暑及留意午后山区大雨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